お疲れ様です 今日も一杯 飲みましょう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炭的喝酒之間 今天呢 我們來喝 海報警告 各位 又是海報警告啦 最近呢 七季布 釋出了很多單筒 即上次呢 喝過The Game之後 那一支真的 太豐富飽滿了 讓我對齊齊布的好奇心更加茁壯 而先前呢 我在酒吧喝到了 齊齊布七年 The Gambler for Club Queen And Router 這一支 它一樣是波本桶的 但風味上就沒有像 那支十一年的還要豐富 很明顯就可以了解到長時間的熟成 跟短時間的熟成 由齊齊布這家酒廠所產出的 會有怎麼樣的風格變化 而今天這一支呢 是 Pedicask 有泥梅味的 詳細的用筒資訊我還沒有查得很清楚 但先讓我們來喝喝看 聞聞看這支 齊齊布七年的煙燻味版本吧 沒錯 酒一的顏色就是 波本泥梅的顏色喔 淡黃色的 有點像綠茶喔 我們來聞香吧 喔~~~ 香 哇塞 なるほど そういうことか 該不會要跟葛馬蘭一樣 聞起來有泥梅味 喝起來完全沒有泥梅味吧 它那個強烈的波本調性已經 主宰了整個香氣喔 它的泥梅味呢 是比較屬於甘草的 賣芽的 然而它的波本甜味呢 馬上就會把主角給搶走 強而有力的麥芽糖的 還有 豆皮香耶 沙威瑪嗎 是沙威瑪還是沙琪瑪 等香氣呢 漸漸沉了以後 泥梅跟波本 就形成了一個二重咒 很和諧的 美好的味道 我們加點水吃吃看吧 這個套衣不錯吧 裝逼拿法 我剛甚至還聞到一點牛奶的味道耶 這隻也是可以聞香聞很久啊 不過其他並不是那麼複雜 但是就是好聞 嗯 博本甜香 青蘋果香 好喝喝看 好喝看 終於抓到了 舒服 喝起來呢 泥梅味並不是特別重 充分的表現 波本泥梅的力道 說到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 尾韻 藏了一個特別的苦味 這苦味 我剛想了很久 終於給我找到了 就是 竹炭 有一種臨終烤肉的印象 尾韻相當的持久 現在還在回味著呢 回味著 還有一股清草的清香 再喝一口 喔 喔 好辣 酒精濃度很高啊 這隻也是60幾%啊 目前呢 喝了三隻的 致富的單桶 各位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他們的酒精濃度 都特別的高呢 動輒60幾%的 難道是因為他們入桶的時候 酒星取得特別高嗎 答案 並不是的 致富所取的酒星濃度呢 大概也在60幾%左右 至於為什麼他們成年了一段時間 酒精濃度怎麼還是這麼的高呢 原因就在於 氣候 致富呢 其實位於 奇遇縣 他們的夏天呢 是相當的熱的 30度也都是有可能的 而在這種炎熱的氣候之下 再加上 日本普遍屬於比較乾燥的氣候 所以他們 濕度低 溫度高 導致他們在存放橡木桶的時候 炎熱的氣候 會帶走 橡木桶中的水分 但是濕度並不會把水分給補充回來 導致他們酒 酒精濃度很難下降 更有可能的 他們在存放式堆放在比較高的橡木桶 因為低的地方相對濕度高 而高的地方相對濕度低 更有可能的水分都被取走了 他們的桶內酒精濃度還會升高呢 聽說致富還收到抱怨電話說 為什麼你們的酒濃度那麼高 為什麼你們的酒 酒精濃度還會上升啊 致富呢 也只能嘆氣的說 沒有辦法啊 他們的天使都專門把水取走啊 剩下一堆高酒精濃度給我們 不同的風土造就不同的威士忌的變化 不同的收成速率造就了各個糾倡 獨一無二的特色 威士忌是不是很有趣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喜歡我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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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